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好 我是凌文老师 你现在所收看的是经济学院杂志 我已经讲解经济学院杂志 12、13年的时间了 已经快要迈向3000篇 注意经济学院杂志 这个等级很高的 各位点开来economist.com 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了 我们来看今天这个栏目嘛 苹果 你用苹果手机吗 我是苹果家族啊 苹果会不会走下神坛呢 我们看到下面有很多的小单词 各位在荧幕上就可以看到 右手边你看到 Trustbusters 这个叫反垄断 还有平台的转移 再加上地缘政治 中美之间的冲突 都会影响到iPhone这家制造商的利润 我们来看几个小重点吧 比如说先看平台 各位知道平台这个字叫platform 对各位来说应该不算陌生的单词 但这个字也不算特别 因为platform其实可以当月台 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我这边放了好多的东西 你看平台广告行销 这边放了很多类似的单字 下面很多广告的类似用语 你的电脑里面 我说过 有这个功能 没这个内容 这都是老师自己 每天慢慢放进去的 我们再看地缘政治吧 Geopolitic 为什么叫地缘政治 Geo版的 这跟地面有关 你背过地理学吗 你背过地质学吗 都跟Geo有关 就光政治 各位就可以看到 这个字就是蛮重要的单词 你看我放在一个大家族里面 我放在政策里面 所以各位可以到很多相关的用法 那这是你找我上课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孩子找我上课的时候 一对一 为针对他的单词 逐次去跟他解释 单词怎么构成呢 怎么去推理 变化成那么多的单词出来 这才是真正学习啊 您说是不是 就像这个单子 trust 为什么再加一个bust 会变得反垄断 这就是你学习的重要了 我们把这篇文章听个四分半钟 同学们加油 不过如果各位同学 想要观看后面的内容 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联文老师呢 就是一对一上课 我就可以每一周给你看这些课程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买经济学院杂志的课程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再说一遍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你看荧幕上 我已经讲解了2784篇 这代表简单吗 时间过了12年 就这么简单 时间过了12年 才可以累积这么多篇的文章讲解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很快就要超过3000篇了 一对一跟买课程 有什么差别的 一对一你会发现到 里面出现的单字会告诉你 他从哪个字变来的 你哪边raw 哪边补墙 很简单嘛 就像各位都知道 一对一的课程 能够直接找到你的raw点 譬如说如果你不知道 recipient从哪个字变来的 我就告诉你说 哦他从receive这个单字变来 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到 哦这个就是你可以了解 你做笔记的地方 strike 我最喜欢问学生 你觉得他的过去是谁 很多同学都会答错 会答成stroke 对不起 strike这个单字 它的变化有这么多 你就可以快速可以看到 所以林文龙是讲解的课程 上面有qr码 欢迎可以直接找我上课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 一对一 可以看到很多单字的讲解 如果是导读课程 每年费用3600块钱 重点是就是一个听一个故事 但是250个故事也够多了 等你找我上课咯 拜拜